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挑起朱婷接班人的担子 李盈盈从2018年女排世锦赛以来 也参加了东京周期的世锦赛 世界杯和奥运会 有了全面的大赛经验 新一届国家队的进攻火力中 李盈盈也算是数一数二的 在两个主攻大姐不在的情况下 则无旁贷成为中国女排的头号主攻手 波兰的斯蒂夏克和李盈盈同岁 却是波兰女排新的奥运周期的主心股 在过去的东京奥运周期 波兰女排一直都是有实力 却发挥不出来的欧洲竞旅 该队曾经的领军人物司马泽科 最近两年的锋芒 已经被斯蒂夏克掩盖 在一甲赛场 反而是斯蒂夏克得分更多 尽管在俱乐部打接应 但是回到波兰国家队 由于与司马泽科位置冲突 斯蒂夏克改打主攻 在拉瓦里尼的带领下 波兰女排有望迎来老二船 沃洛时的回归 有了斯蒂夏克和司马泽科 两门重炮 在两翼强攻奏效 波兰女排 或许在今年的世界联赛中 取得佳绩 日本的石川真佑 是2019年是青赛的MVP和冠军 当年就获得了 日本国家队主教练 钟田九美的青睐 入选了世界杯阵容 不过在和中国队的比赛中 一船被冲垮 进攻面对中国队的高篮网 也有心无力 1米75的身高 使他只有从扣球技巧上下功夫 俄罗斯女排的费德罗夫特采娃 经过东京奥运会之后 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巨星 尽管还不满20岁 却是在吐超费内巴切女排 打得风生水起 当人不让占据主力位置 如今是俄罗斯女排头号球星 代表土耳其女排亮相海报的是 主攻巴拉丁 她是土耳其女排的第一主攻 不过在名气上 却不如复工艾达和接应卡拉库尔特 艾达是欧锦赛的最佳复工 也拿到了2018年是联赛最佳 老当义壮的艾达 在攻篮两端技术 算是欧洲顶级复工 卡拉库尔特在诺瓦拉 也是头号得分手 在土耳其女排国家队 同样承担着攻城拔债的角色 另外德国女排的奥尔特曼 作为代表人物上了海报 而菲利普曼要知道 利普曼在中超 俄超 得甲 一甲联赛中有过经验的表现 得分能力超强 是德国女排的头号球星 值得一提的是 2022年是中国女排的新起点 也是在进行了更新换代后 首次的亮相 此次参赛将大大增加 中国女排的国际视野和比赛经验 对中国女排新一任主教练蔡斌来说 可以摸底世界强队 检验队伍阵容 考察队员状态 为接下来的亚运会和市井赛做准备 同时 由于是联赛不仅是各大强队 验收训练成果的舞台 也是女排新生带力量的成名舞台 期待 新一代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盈 能够永担重任 再创辉煌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